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高兴来得快去的更快的感觉 下周末 得下周末 今天早上我还在说好像有几个星期没下雨了 然后刘老师才提醒我这不对 这已经有大概一个多月没落过雨了 哪里 应该是有两个月了吧 这时间过太快了 我是被时间遗忘的人 还是我遗忘了时间 不管怎么样这场雨下来很多很干旱的 尤其是农田可能就得到了缓解 不过也温馨提醒大家 开车的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 雨滑 这个雨是路滑 大家这个开车一定要谨慎一些 对啊 这个为了工作 不得不在路上 我想到了你已经想先说是啥了 待会我们留着 今天真的说话算话 把之前答应放给大家的一首要送给打工人的歌 我们待会跟大家来说 今天是常见说今天是周一了 今天是周四了可以pay day嘛 大多数人就稍微放松一点点 所以我们周四的微声音 为什么往往就安排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起来relax 最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 可能会大家觉得不那么relax 这项调查是调查了首席执行官们 显示8月分之82的这个首席执行官的受访者 他们预计说三年内白领将每周五天回到办公室工作 就是全回来上班了 对这个数据我还少漏了一个 这个当时是这是受访的首席执行官 他们是希望这个员工五天回到办公室 这个比例比去年调查的66%上升了 那我们看到同样比例的首席执行官 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通过加薪和晋升 来奖励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 这个还是值得欢迎的 如果是不得不回来上班的话 这个东西对不对 现在说有一句话是谁 你说饭扒到嘴里 菜扒到嘴里才是菜 这个不能这么炫耀 这只是一个玩笑 那说到居家办公 尤其是从疫情开始 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估计都已经体验过了 即使是不是说完全居家办公 但有可能是说一半 有一部分在家 一部分的单位 对对对 那听众朋友 您有过居家办公的体验吗 感觉怎么样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对话后浪的时候 有年轻的朋友说 在居家办公特别爽的 就是离厨房进了自己家里 一会儿就到大柜里打开 冰箱里打开 去嚎一把什么吃的出来 这也是一种体验 那有了这样的体验 就是这一年可能两年都穿着睡衣过来的 不梳头不洗脸 省了很多时间 牙膏省了口红省了 那您还愿意每周五西装笔挺的 我们要就是来到办公室 前往办公室上班 见个人来上班 所以我们今天微声音的共情热线 就跟大家聊 您有没有过居家办公的体验 感受如何 想不想五天都回到办公室来工作 到底这是属于游舍入舰呢 还是游检入舍呢 热线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曾经 就是其不叫曾经吧 就一个多月之前网上有一个段子 就是有句话叫我爱工作 我愿意到办公室工作 只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刚入职 第二个原因是马上要离职 第三个原因 你出问题了 这是网上的段子 好 到时候也期待大家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没准咱们的听众当中 真的有很多爱港敬业的人 真的是 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 那往下吧 前面给大家就是放了一首歌挺好听的 那首歌是 我怎么把歌名给忘了 但我就知道 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比较熟悉 这是很多人看过的一部电影 不要深的光环 只要你的平凡是吗 哎呀 你看看 这个这个这个 是你谢老师刚才给我重复的这歌词 我觉得写的真好 是鱼一般的记忆 但是这个歌 大家他的主题曲的电影 估计很多人都看过 我不是要神 是他的主题曲 难怪听起来那么熟呢 对 而且很有深意对吧 跟电影一样 本身也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我们先生已经有听众了 我们来接听一下 对呀 热情电话仍然别忘了 仍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嗯 张先生您好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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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打电话来给你 今天不上班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可能是吧 周四不上班 对 今天星期四 今天周四不上班 哎呀 我今天应该换首歌啊 换一首那个著名的那个rap 谁谁今天不上班对吧 嗯 对对对 没错 嗯 那个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 我其实 我在疫情期间 因为那个公司的某种原因嘛 我是 那个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是 不在家上班的 是我 我是到公司上班的 那个 只有我那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在居家办公的 但是呢 那个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是哪一种公司 这是第一第二 嗯 其实重点啊 重点说哪一公司还不太不太合适 其实重点是 你在那家公司里边你的心情 我觉得是重要性 说明你在你的公司非常重要 对 不是不是不是重要 就是说你你说你是非常happy的 嗯 比如说 你是愿意天天高高兴兴上班 对不对 我 对 我比如说像现在的一家公司啊 我我不是说想在公司上班的问题 按照我老板的话 我可能打算应该在公司的生活 因为因为我我是等到每次都是 每天都是等到最后一个 大家都走了 我才走 因为因为在这个公司 在我现在这家公司上班 大家好像就是在那 主要就是 闲暇的地方时候 就是大家说说笑笑啊 嗯 甚至你能想象一个40多岁和50多岁 甚至将近60多岁的一个三个男人 在那个在办公室里和一个20多岁的男人 在那里追跑打闹 你们你们这儿很有幼儿园的氛围啊 非常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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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然后呢 因为我们那个公司 我们的公司是封闭的 然后跟那个前台呢 是就是基本上隔音的 所以呢就是 所以追跑打闹 他们也听不到 对没错 然后追跑打闹 甚至大声大声宣瓦 那个我的principle 就是我老板 甚至有一次跟我说 你能滚回家里去待什么 你实在是 very you are very always 我们可以就是大声在那里宣瓦 大声呢 有时候有一些 有一些会 然后那个就是很高兴那种 嗯 那个这样的呢 你就是很愿意在公司工作的 甚至这个我这么 我这么跟你说 就是我老板就是每次都是 我跟我老板说 我说啊 我小孩有点事 我明天可能晚点来 嗯 我老板一般的 没有 我老板一般的那个 那个那个反应是 are you sure are you seriously will be late 因为你从来不 late 对不对 因为在那里上班太高兴了 然后每次都是 说是有事 然后我都是尽快赶紧办自己的事 然后赶紧 天哪 我身边我不要有这样卷的同事 我不要 不过看来这个氛围真的很好 这个氛围是重要的 然后跟我之前 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 先到明年 明年已经做到第六年了 然后六年之前呢 有一家公司 我只做了半年 那家公司就是正好相反 我那家公司 在那家公司那个 做到最后的时候 我之所以离职 是因为他的那个 整个那个氛围啊 嗯 已经开始对我有 physical的那种 那种影响 我已经有点那种 mental的那种 problem的那种 那种迹象 mental problem迹象了 我都已经开始 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心慌 然后就是 有时候 甚至我老板叫的时候 我都会就是 就是 我理解 就是每个星期 我看到我工资卡的时候 也有这种 心慌气短冒去汗 就是那种感觉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会经常想 我要回 我要在家办公 嗯 所以你看你换了 这个工作以后 你看现在你看 那个心情多好 听得出来 因为每个企业 都有他自己的企业文化 对不对 他不一定适合我们 他就像水土一样 我们就像植物 可能有的人 他就很适合那样的环境 有的人就不适合 对 没错 有你说的很对 对 所以我们恭喜你 找到了最适合你的 这片这个土地 但是你看 同样都是员工 你就哪那么的优秀呢 就领导还劝你 赶快早点回家去 哎呀 祝您能够一直这么开心下去 张先生 我觉得挣钱难 其实高高兴兴的挣钱 才是最难的 谢谢你 我也这么认为 对对对 也欢迎您以后 经常打电话来 给我们唠唠嗑 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对对对 大家都需要一个要 就是就是 就是不叫发泄吧 一个疏通自己情绪的 这么一个渠道 好 谢谢您 好 拜拜 拜拜 张先生让我想起 我上小学的时候 抢上那个大粉笔牌刷刷的 那个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上学 以上 不 那个是我刷给我妈 他们看 我们这种 那字都不认识几个 抖大的字 摆的面子 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几个 但是你会有一种感觉 小时候你没什么感受 但是你现在去回过头感触 这平平实实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心里最追求的 看似平凡 其实是光环 对对对 哎呦 看都是真理 我们看看我们有家人在线上了 早上好 洪先生 早上好 刘老师 谢谢老师 我忘记说了 看来很松弛啊 松弛的连我们交叉都忘了 今儿不当班是吗 没有 今天职业班刚下 然后 辛苦了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我倒没有那种 就是在家 现场办公那种经历 但是呢 我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就是 在家学习啊 然后 所有的线 疫情期间的 大学很多 线下课程都表现线上了 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 呃 起研一人二义吧 我觉得可能 办公也好 或者说在家 上学也好 它可能比较适合那种 呃 不太喜欢 就是出去的人 嗯 不喜欢社交你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 呃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或者是 呃 就 更适合挨人 嗯 对对 比较适合挨人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 确实通勤不太方便的 特别是在大城市的话 我想 嗯 对对对 等不少 这个通勤好的时间 对 但我 作为一个艺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就是 我特别喜欢那种仪式感 可能 嗯 呃 就是 你穿好了衣服 嗯 然后去 呃 坐了 坐车去 去城里 然后去 见到你的同学 然后在一个 特定的一个场所 然后就开始上课 嗯 我会觉得 那样我会更高效 嗯 在家的话 我经常就是 一泻千里了 是不是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嗯 我跟红老师一样 在家里都是这样的 对就是 嗯 就是脸不洗 头不梳 牙肯定还是要刷的 就穿一身睡衣 可以春夏秋冬都走过了 对吧 对 就是没有任何 就像大房里的蔬菜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的 风平浪静的就把这一年给过了 是的 家里这个环境 可能还是太舒适了 所以感觉不太适合 学习办公 谢谢红先生 拨打我们的电话 而且你也说出了 我们的心声 有时候确实 我们生活的确需要一些仪式感 不说为了别人 给自己chare up 对吧 你会觉得自己充满了精气神 有时候人他活着 就是要的这一口气体在那 对 嗯 那么下了班之后呢 好好休息一下 对 辛苦了 大会刚刚下了夜班 回去好好睡一觉 然后起来咱洗得干干净净 打扮得漂漂亮 出去美美的吃一顿 嗯 好嘞 好 谢谢红 谢谢 好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 刘先生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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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有什么分享 我现在 现在已经 差不多怎么讲了 差不多到退休年龄了 但是 我很早就 我是广州人了 嗯 我很早就来到澳大利 1972年就来到澳大利 哇 但是 很早 嗯 对 只时间 一转眼就五六十年 对啊 很快 时间很快 嗯 半个多世纪了 嗯 已经差不多到退休年龄了嘛 嗯 嗯 然后就在家里就 就是 在家里就做点小事啊 或者什么 但是我分享一下 我初初来澳洲的 的经验啊 嗯 十年啊 我初初来到澳洲呢 我 我很勤奋的去做工 嗯 嗯 打两份工啊 嗯 那麽以前呢 有的人老的 老的同志知道 有一个工厂叫 Niton 就是日本车厂来的 嗯 然后有一个 它的对面 又有一个 也是工厂叫做 Botch 嗯 在先天路的 很多老人家都知道了 这两个工厂 合并了 然后我坐地甚至 上午班 做那个Botch 嗯 是德国工厂来的 它专门做那个 机械零件啊 各方面啊 叫Botch啊 在先天路 就在先天路 靠近那水冰茂路 嗯 怎麽讲呢 就是打两份工啊 当然多甜 好勤力啊 好勤力啊 所以您会拥有幸福的晚年 我们讲甘蔗没有两头甜 您前面吃过苦了 将来生活一定会毁报您的 嗯 没办法了 现在就依赖政府 那些 那些钱啊 那也很好 澳洲政府这一点挺好的 就说 如果真的没有 它会照顾你的 对不对 对的 没有太多忧虑 嗯 对 而且 而且你 你在晚年 以前我在 沙齐的时候 有个越南挖球的说 嗯 他用广东话说啊 他说 哎 哎呀 澳洲政府 真的好好澳洲政府 我三个夫妇 呃 养大 四个子女 嗯 他们一半都没有给我 嗯 哇 现在澳洲政府 两个星期也给我 没有后顾之忧 知道吧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他说 很好 嗯 他两个人就给我钱 我养他四个女儿都没用 嗯 年轻人也有他们的这个不义 咱们也都互相体谅 嗯 嗯 但不管怎么样 政府还管的 对不对 嗯 是是是 所以我说 现在隋近平的赶得很好 所以我说刘先生 还是在澳洲 用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好 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您就在澳洲 哎 安向晚年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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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对对 身体健康最重要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是江女士 您好 嗨 你好 嗨 你好 久等了 好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嗯 啊 我想分享一下 这几年就在家工作和 上工 回公司工作的经历 好啊 对 就是在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要五天都要上班的嘛 对 然后那时候 我觉得还可以 啊 因为那时候就感觉就是 本来就要五天上班了 然后心情是OK的 嗯 然后呢就进入 呃疫情了 就五天在在家 一开始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爽的 就是啊 不用不用上班了 不用啊 你火车啊 嗯 啊 下雨天又可以在家 然后可以送孩子啊 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到 我觉得到可能疫情 差不多开放的时候 就是要要上班的时候 嗯 就感觉有点闷了 看下雨 哈哈 这次好像跟同事都是 几年都是 成了网友了 对吧 发展成了 对 成了网友了 然后每天好像都是对着屏幕 呃 说话 然后跟他们啊 开会什么的 嗯 然后就感觉有点想上班了 啊 然后 对 看来同事关系很不错啊 还 其实一般般的 我觉得在澳洲 在澳洲上班 呃 怎么说 我觉得那个氛围跟中国有点不同 嗯 啊 因为中国好像同事都变成亲戚朋友了 但澳洲 起码是 这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 起码是亲友 这办公室感觉有点混乱了 哈哈 对对 在澳洲上班就感觉 特别是欺人多的地方 感觉就是下班就拜拜了 嗯 嗯 不用 不用 不用探手机啊 不用看什么 嗯 但是如果在中国 也比较简单一些哈 这样的关系 其实也蛮简单 嗯 对 简单一些 对对 但是就是疫情嘛 就把我们的人与人的距离 隔 隔离了很多 嗯 就有那 那种感觉就很 remote的感觉 对对对 远程的一切都是 嗯 对 就没有温度 有这种感觉哈 对没有温度 所以你现在想回去上班了 对 然后现在公司就已经 从地 从每个星期上一天 然后加 加到两天 加到三 三天 现在是 规定一定要三天 嗯 然后还要查那个attentance 嗯 嗯 对 要打卡 嗯 我们我们进去的时候 要要要刷卡的 哦 他知道我们哪一些上 哪一些不上 嗯 那不管怎么样 您还是挺 还是挺盼望 本来您也觉得想回去跟同事们有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机会啊 哈 对 嗯 我觉得现在是balance 就是 啊 正正好 哈哈哈 嗯 好 不用那么沉闷 也 也可以在家待一下 照顾一下家庭 对对对 就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平衡点还是可以的 嗯 那就希望能够保持下去啊 对对对 哎 哎 谢谢江女士的分享 您的这个看法 我估计是不少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心里想的 就有个balance 家也能顾着办公室偶尔也能去一下哈 谢谢您 因为接下来准备了一首歌 也欢迎您在这个收听设备当中来一起听 这是送给我们所有打工人之歌 包括我和俊杰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 谢谢您 白天打工 晚上打工 或者打工 私乐打工 工厂打工 饭店 打工 国内打工 国外打工 加班 不给钱 加班 不断的加班 没名的加班 疯狂的加班 加刀链 黄头花光 老伴要换大奔去啦 这个旋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 这首旋律一般被玩坏了 这旋律对不对 但是也就像很多朋友现在都能背的很熟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一部旋律对不对 然后变得 尤其是他们说 就套用男性对吧 就变得越来越 家里有一个人越来越叨叨 就跟那个念经的一样 然后哎 那个大师兄是怎么的 我忘了 然后就说体型越来越像 二师兄靠近 这个头发的发量是像 沙士地靠近 然后关键是一路向西天 就是不可回头的奔去 但是没有关系 大家虽然都是黄泉预约客 所以这个人生这很短苦短 让自己好好的过好 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的放松 如果你觉得工作让您觉得很疲倫 没有关系 收听每周四 准时给您带来欢乐的 为声音 脸皮真火 如果不得不回去上班 那就有充满仪式感的 好好享受这工作的一天 因为我想到一句很卑鄙的话 这个只能私下咱俩交流 今天我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踊跃拨打热线电话 为啥呢 让我们省下了这么多有意思新闻 我下个星期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去找 表示不服 就下个星期一定努力奉上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节目 尤其每周四 虽然我们有好玩的新闻 其实也开通了热线 我是谢鑫 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 我是刘俊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仍然与您正式相约 喜欢 分享 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